已经是五级阁楼 四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那就是亮了 这不可能啊 五层 只有长老秀为能上去 而且必须是武师境界才行 他就算实力恢复 当然不会半步武师 怎么上去的呀 可是他真的上去了呀 我记得整个业界 也只有家主和两位长老上去过吧 这叶青也太强了 真是经历细笔 我记得不久前 叶青年第一层都进不去 而现在 已经达到了我种 忘泉莫及的高度 这就是天才 不明则一鸣惊人啊 我记得到我身边呢 你怎么做的呢 我记得了我身边 都在这儿 我记得了我身边 我记得了我身边 我记得了你身边 什么意思 怎么一个字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不可能 这可是连家主都无法引起了异想 只有传说中先祖剑神才引起过 难道夜行天赋 避免先祖 这怎么可能 可这你怎么解释 天人四相进去 这是姚祖的 成为绝世之业 天忆四相建权 若无能不能发现 只是天之落 有的天一死心 我的实力就会更上一次往后 他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叶青 刚第五层发生什么事了 是啊 什么事 跟我们讲讲 对 关你们什么事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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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你一定会那么快 不着追 不着 пры 天啊 太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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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的缘故丹风果然厉害 这效果比我想象中要强数倍 仅仅是用三个 就让我突破到了一阶巅峰武士 这两个就留在父亲和游戏了 这第二层的时间流速是外面的十倍 外面过去一天 这里过去十天 四倍 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修炼一个月 弄也才过去三天 这样一来 相当于我比别人的修炼时间 多了十倍 这第二层也太神奇了 外面的两千半 这里 也就是二十多天 我要靠这些时间 努力修炼了 这天一思想剑决 果然吸引 我才刚练成第一宠风行无影 便可以感觉 可有击伤五阶务时的感觉 和如希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也是谁出去的 叶琴 不好意思 来晚了 他们是 他们是我墨家姐弟 是我爹派的宝货呢 再下莫文 再下莫五 再下莫海 好好好 人多更安全 如希 我有件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 球斩猪鸡丹 你怎么会有这种神丹 怎么 你不要啊 你不要还我 哎 哪来吧你 当你这样呢 做了东西还要收回去 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走 就是这里 我们进去吧 好 没想到 洞府你是这样的 我们 往里面走人了 走 我们进去吧 怎么回事 二皇子 这洞府入口 似乎有着岁月尽致 射击的力量 达到武宗巅峰坑子 又借助这烈云山脉的大事 强行建筑 便是巅峰武宗 恐怕也不行啊 可难 只有符合他要求的年轻人才行啊 部长老 你就留在外边 皇子 我们进去吧 你就在外面把风吧 是 走 各位 我们进去看看 出门前 家主吩咐过了 我们只需听 叶公子跟大小姐的 那 我都听你的 好 走吧 没想到 洞府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我们先检查这些柜子 等会儿带去其他地方 这可是价值连城了 这个东西啊 原本一颗就能帮助武师修饰 直接突破一个小件件 只是眼下这颗有些小 想完应该是时间长了 要力小容易 不然才是真正的价值连城 没想到 还是个小罪 叶公子 小姐 你快看 有重大发现 破元丹 这可是可以直接突破武师修为的破元丹啊 含有气血的 虎虎外 都是可以强身 自补气血的上瓶炮弹 叶公子 大小姐 你们快看 有大发现 看来 这里是一树炼丹法 不会是大罗显的楼下的动物 你们的好东西真多 啊 我们赶紧把这些弹药都拿走 小心 看看 你还有更多好东西 好 好劲 还有是上等东西 拿出去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走啊 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走 或这个 这洞府 应该有很多好东西才不得远 这里应该是一树炼丹法 会不会是时间太长 但药都融解了 有 不过 这洞府 应该不止这一个地方 走 好 玄机上品武器 还有第几武器 任何一本拿出去 都能卖不少钱 而且足足有上百本 这已经是我们来过的第五个山本了 睡个洞府啊 简直就是个宝藏 快 你们将这些兵器跟秘籍都收走 我们下一个 是 好 该死 还是什么都没有 黑虾 难道是足类的敌疑 既然错 这天成黑虾死前 带着所有宝走了 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不是白忙一成 不可能 这动物 皇室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找到 护皇特意命我来去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 奇怪 就算弹药能够融解 兵器秘籍也不该消失 而且我们走过这些动物 架子上干干净净 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就好像 就好像原本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了一样 不好 凹草 那有高槽 凹草的形状有点奇怪 对了 走 哇 这里好大啊 这里 应该就是洞湖最近 在那里 或非 他就是这洞湖的主人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没想到是你们这群蝼蚁 怪不得我们一路怎么来 实事里什么都没有 给你们三个时间 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 三 二 一 给我杀了他 吃 何乃我楚娘的动物 谁敢在这里杀野 前辈息怒 在想 并无冒犯之意 那就好好听着 你们能找到这里 说明与我有缘 或天至黑霞楚 乃百年前飞云宗宗族 九戒巅峰武宗 乃何一场变故 宗门被灭 死前逃到了这里 留下了这洞湖 现在的我只是一流蚕食 但王座上有我的传承和一些宝物 不过 如果想得到传承 就要通过我的考验 干嘛前辈 是什么考验 很简单 只要你们能走过这个阶梯 来到我的宝座前 就能得到我的传承和宝物 这么简单 你们试试就知道了 但我要告诉你们 别耍什么小聪明 也别想着对其他人出手 否则我会直接将你们踢出去 前辈放心 我们会受规矩的 我们也去 别急 这考验肯定不简单 千万能上去试试 好强的压力 难不倒我 看来这阶梯果然有毛泥 没有足够强悍的实力 只怕还能走完 走 越火上走压力越强 最少得有七阶五十的实力学习 这怎么可能 天阳 也许你不知道 在我眼里 你就像个小丑 你 简直就是个怪物 可恶 我不会输的 天阳 别管我 快去拿船船 放心 这不是二皇子吗 走这么慢 可以再去等我吗 小子 看你是找死 太慢了 太慢了 小子 我保证 我会活着离开这里的 这家伙怎么可能超过柳城 我遇到几千了 就算超过了我们幼乳虎 你们也拿不到船船 这船船我必须得到 都这个份上了 还死着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下来 凭你的实力 还不配拿到船船 有些人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住口 不许你们干扰叶青 干扰 你觉得他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他要是能更上一层楼 我名字倒过来写 是吗 那你可要好好看着 太乱兴了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柳叶峰 若是不能将船船拿下 你们就别回事了 是 废物 他怎么可能 这么上去 我个地方撒衣 都给我滚出去 小子 恭喜你得到了我的传承和宝物 我来拿吧 小子 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个通过我考验的人 你放心 你的这具身体 我会好好利用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 不 没想到 这是 这是天使黑下设下的圈套 不可能 分割宗主的身份 一种东西 旋律弹 能够帮助武士 瞬间提升两个小尖尖的高度弹药 还有其他正规弹药 天接工厂密集 高度兵器 任何一件东西拿出去 都是价值连城 不愧是一位武宗的家庭 叶青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游戏都拿到手了 那就好 光分我都担心死你了 你担心我 谁担心你了 你的死活跟我没关系 站住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把纳戒和传承交上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叶青 你拿到了传承诱辱 到头来还不是我们的 你们以为你们赢定了吗 不然 这几个人实力很强 是派人对西线武士的实力 既然你们不是抬举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杀 这小子 今天我解释力提升这么大 除掉他 靠毅传道 无论 快 杀了他 他 一兴 你快点小子走 我们挡住他们 走 付寿 不是 我能一起走 快走 他们要自爆 拦住他们 不必要 快走 这样 还是要死 给我追 是我害死了他们 是我害死了他们 振作点 他们都是为了救我们才牺牲的 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为他们报仇 都是我害死他们的 别伤心 你活在 你挡住他们了 他们实力太强 相信我 我们会认识的 一定会为几位兄弟报仇 黄嘴 交给我吧 我们现在没给 只留给他们应连 不行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相信我 相信我 你现在图住 他们来不及 再快点 时间不多了 该死 要不是在舰塔中 无法吸收弹药 我直接进入舰塔 根本不用如此着急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修炼 真是可笑 别帮我快走 我说过 你不会有事 我都不会有事 真是一对苦命鸳鸣 不过可惜 马上要变成我 命鸳鸣 你们都要死 铁青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死到临头居然还说大话 你觉得你还有任何机会吗 我要去 一起 一起交给你 不自量力的 你杀 给我杀他 怎么可能 他的气息还在上手 难不成 他得出货 我说了 都得死 快跑 别管我 快去追他们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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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他们 我们回事 你想把这个杀了 别跑 你 吴战老 把他给我杀了 没有差 有手跟我单跳 有个武松对付我 确实一点脸都不要了 这个垃圾 有什么资格和二殿下单跳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如果我是垃圾的 那远程刚刚被我追上 像掉狗一样 那岂不是垃圾都不让 放死你 你这种情敌之妄 有个屁 二皇子殿下体内 流淌的可是冰皇血泊 他人一旦觉醒的血泊 要杀你 像杀鸡一样简单 你这种凡夫俗子 有什么资格和二皇子殿下 相提并论 殿下 此次是邓殿长的收门弟子 如果现在杀了他 也有麻烦 何况给您的天赋 绝醒了血脉 这小子 绝非你对手 到时才由你亲手杀他 岂不更好 说得好 如果对付这种货色 还有别人的人 那就太可笑了 小子 你以为你抱上了邓天雄那条大腿 却有多了不起 告诉我 在我们 永远都是个垃圾 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 有朝一日 我觉醒血泪 第一个要拽的就是你 好好珍惜你的为数不多的生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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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聊生药 让我们上市恢复一些 你 开水 刘长朗请喝茶 清儿回来 清儿回来了 清儿来 清儿来 清儿你这是怎么了 你让我没事 这位是 我是神武学院外门长老 我姓刘 封邓院长指令 前来接你回去的 天行 告诉我是谁 连我们神武学院的人都敢死 神封皇师大殿下 清儿 这十几年了 你还是第一次出院门 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娘真的舍不得你啊 打仗 要置在远方 尽管却干你自己的事 别听你娘在这儿激情歪歪的 将来什么时候 要是累了想家了 就回来一趟 无论任何时候 这里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我知道了 爹 娘 清儿走了 你们保重 清儿你要保重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清儿 我走了 我走了 清儿 照顾好自己 你也要去神武学院 你这什么表情 本姑娘天赋可不比你差 啊 东岳掌灵走前 又给了我一块领盘 九个半也挺好的 现在快离开清城了 有些事情 也该跟你们说一说 关于那位二皇子 咱们神风帝国的皇室 是兵皇当年的血脉兵 这个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嗯 我知道 修行封武者 武师 武宗 武皇武神 五个大镜子 当年兵皇的修为 已经觉醒到了 第五个大镜子 武神的巅峰 不过 没能和叶家的仙子 战神前辈一样 再紧一遍 破碎十分 所以他老人家 年老时回到烈云山脉 依靠着连绵十万里的山脉 创建了如今的神风帝国 他老人家的血脉 也成就了如今的神风皇室 不错 咱们神风帝国的由来 的确如此 而那位二皇子柳城 天生道子 中有当今皇室 年轻一辈中 最为女后的冰皇血脉 冰皇血脉 很强吗 我们叶家也有 剑神传承啊 剑神破碎虚空 他带走自己所有的力量 而这冰皇 恰恰相反 他将自己所有的力量 都封存在了自己的血脉中 你说 这二者谁更强 这么说吧 拥有冰皇血脉的皇室弟子 越级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也是皇室能够成为 三大势力之首的立足之本 还有敌传功法 玄冰局 乃冰皇所留 他能够将血脉之力 激发到极致 我劝你以后啊 还是不要去惹那柳城 这样级别的人 以后是要成为王 连你师父邓院长都记得 更何况是你 当然了 能被邓院长看中 你的实力和天赋 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要怎么做 还是看你自己决定 行了 时候不早了 你师父还在神武学院等你 我们走吧 嗯 他柳城有冰皇学来 我渐轻有渐神学来 谁有水力还不一定 这柳城接二连三小少 还抢走了我的机缘 险些孩子不惜 此仇 我屁屁